有一個年輕小孩 在學校很奇怪 那個老師說 你為什麼這麼容易發脾氣 同學有什麼 他就故意跟人家鬥 讓人家不高興什麼 反正在教室裡面 製造了很多問題 後來老師 慢慢去了解他的家裡環境 才發現 原來他家有一個愛喝酒的 暴力的爸爸 這樣知道吧 隨時動不動就打他 揍他什麼 讓他很畏縮 在家裡他是畏縮 可是他到外面 那個情緒有沒有發洩 沒得發洩 所以他就對同學 對比較弱小的同學怎麼樣 要欺負他們 所以這個就是 他是刺蝟式的 但是這老師很棒 你要知道 一個愛發脾氣的孩子 通常他帶著 童年的憤怒在長大 講一遍 童年的憤怒在長大 所以怎麼辦 這個童年憤怒一定要解決 那個老師很好 很有愛心 他就有空沒空 就會帶這個小孩 到他旁邊坐 也不罵他 也不怪他 也不說你不對 你不好 他知道他的成長背景 有這麼多怒氣 產生他像刺蝟一樣 所以他就跟他說 老師念文章給你聽喔 念完你再回去 寫功課好不好 他念了文章就說 曾經有一個小白兔 他很會跳舞 他跳舞的時候都怎樣怎樣 他很好 他會對他的好朋友做很多好的陪伴 就講一些很善良的故事給他聽 那個小孩視聽不懂什麼的 他就視懂非懂 但是慢慢慢慢他的情緒怎麼樣 緩和了 然後老師還會問他說 你對這個故事的看法怎麼樣 你感覺怎麼樣 如果這個圖裡面 有一個像爸爸這樣的一個人 那你是在哪裡 你的位置在哪裡 就用很多的方法 去讓這個小孩把他的情緒得到很好的什麼 釋放疏解 所以那個孩子慢慢在團體中 他的情緒怎麼樣 安定下來了 所以那個叫刺蝟式的什麼 怒氣 你家有沒有刺蝟式的怒氣的人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去到哪裡走到哪裡 就就好像到處要找人家麻煩那樣 那我們通常都是什麼 避而遠之 那另外有一種叫小狗式的怒氣 來各位講一遍 小狗式的怒氣 小狗式的怒氣就像小狗很可愛嘛 會咬尾巴跟你很好對不對 小狗式的怒氣 但是你不要去惹到它 忍無可忍的時候 那小狗會不會咬人 會 所以這種就是比較 碰到不好的狀況 它會跳起來的 所以這個叫做小狗式的怒氣 還有一種叫什麼 刺蝟式的怒氣 想想看我們自己 你是屬於比較小狗式怒氣的 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忍耐 忍耐 暫時不要講 不要講 閉嘴 閉嘴 冷靜 冷靜 一定要用這個方式 讓自己趕快站立現場 但是站立現場有個策略 不要說 我不要跟你講了啦 不理你了啦 算了啦 你就是這樣的人 這樣會惹得他更激怒 你要說等一下 我尿急 尿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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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吧 尿頓法 有沒有聽過 這個辦法 講真的 但是如果有人雙手握拳 直接要來 你要說 抱歉 要來放流 他突然就 他 就 改變了他的感覺 我的意思是這樣 保命要緊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適度的是要 用一些這種方法 那轉移話題 當然也是這樣 還有請他坐下來 倒杯水給他喝 等等 我們不需要跟一個 發脾氣的人 在那邊僵持不下的 好 所以 這個我們來學吧 我好生氣 來 哈哈哈哈 我好生氣 有沒有 改變語詞的力量 就能改變 這個負面情緒的力度 我們每一個人 身體裡面 隱藏了太多 負面的情緒 記憶 你現在幾歲 他就隱藏多少年 有的人 累計了更多 你可能身上有 幾千萬代來的 老靈魂的怒氣 知道嗎 那個老靈魂聽得懂嗎 就是莫名其妙 很深很深的 那種童年 一直到現在 一直沒解決的問題 所以 深深的一直種在裡面 但今天 我們要想辦法把 負面的身體的 記憶 把它 把它釋放掉 對不對 請各位把手拿出來 Release 大聲講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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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釋放 來 預備 Release 把它釋放掉 那釋放掉要怎麼釋放 你就能夠改變 以後在生氣的時候的感覺 那個感覺會改掉 怎麼改 你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 怎麼改 也就是 大家一起在講的時候 我好生氣 來 大家講 看看好不好 來 我好生氣 笑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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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樂的講 你以後生氣 就不會那麼生氣 好生氣 錢把我拐走了 好生氣 老公也被騙走了 好生氣 太棒了 婆婆又來了 真的你去改變 那個雨池的感覺的時候 那個再出現 同樣的生氣 你的感受會調整 會改變 這樣知道吧 好 所以我們再來看 正確處理 自身怒氣 有三個步驟 有三步驟很重要 一 先確定是 她的錯 還是 我的錯 如果是 自己犯錯 那我們誠心 反省 對不對 立刻道歉 有一個媳婦就這樣 她說 那時候 她真的對她婆婆 很抱歉 很抱歉 但是那時候 因為她比較年輕 然後很任性 那婆婆從鄉下 來幫她坐月子 那小寶寶在哭 那婆婆因為動作慢 起身慢 反應慢 小孩哭比較久 這個年輕的媳婦 她跟我說 她說 她看到媽 她婆婆動作這麼慢 媽 你不用來了 不用了 你不用了 我自己來 就是動作什麼的 就很快 就搶著去抱小孩 後來她覺得 奇怪 婆婆怎麼不見了 跑哪裡去了 然後再一聽 她躲在房間哭 然後也在收行李 就像一個小女孩 很委屈 我來把你做下来 幫你做業主 結果你說 你不用來 她說的 你不用來 你不用來 是說 你不用來 幫我抱小孩 不是說 你不用來我家 老人家一聽就覺得很委屈 很痛苦 很難過 就開始收行李 好吧 那我回去好了 她說 後來還好 她有跟他說道歉 跟他解釋 我剛剛不是說 你不要來我家 這個就是你的家 你的兒子的家 也就是你的家 她後來一直跟他誠心道歉 所以有時候你看 自己犯錯 要什麼 誠心反省 立刻道歉 不要讓人家感覺到說 很委屈 很痛苦 婆婆好一來 要不要對她好一點 要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做婆婆的人 很有感觸的話 對婆婆要不要再好一點 要 不不不 我媳婦對我很好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沒事 沒事 真的真的真的 她對我很好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不要誤會了 所以 如果對方犯錯 那我們勸勉自己 不要因為別人犯錯 而自己難過 你常常碰到很多人做錯事 然後來怪罪你 你很難過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就要學會怎麼樣 不要受他影響 那怎麼樣能夠不受影響 那就叫做來把手放這裡 情緒切割 來 把人家來 情緒切割 再一次 情緒切割 情緒切割的能力 要好好訓練自己 學到 當別人講了什麼 做了什麼 反正讓你很潮心的事情 你趕快 情緒切割 暫緩去處理 不要急著處理 不是每件事情 都立刻馬上要處理 你可以緩一下 你去廁所尿一下 按個抽水馬桶 說不然要怎樣 就把它按掉 這樣也不錯 真的 真的很好用 情緒切割 要不然就趕快跑出去 去吃一杯什麼 失了冰什麼的 讓自己趕快突破一下 感覺一下 這樣回來處理 會好多了 這個叫做什麼 情緒切割 好 所以這個就是要講 怎麼樣處理自己的怒氣 所以萬一你有這個現象 情緒 人家犯錯 人家生氣了 你也生氣了 你是在折磨自己 還是珍愛自己 所以我們如果陷入什麼負面的情緒漩渦 這是在什麼 折磨自己 你也知道 這個整個社會上 人生裡面 80%的人都是習慣什麼 負面思考 所以你問旁邊的人 你是那百分之八十嗎 轉身問一下 你是那個百分之八十嗎 你要說不是不是 大家把手打開來 不是不是 我們不做那個百分之八十 習慣負面思考的 我們不要 我們要讓自己怎麼樣 更珍愛自己 不要掉入那個狀況 所以 尋求我們要學為什麼 尋求各種自我調適的方法 競速來什麼 放寬心胸 才是珍愛自己 所以自我調適 唯一的方法就是 讓自己再把自己照顧得更好一點 那有一些人是去唱歌啦 有人是找朋友聊天 有人有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自我調適 或者有時候去游泳啊 去走路啊 有一天 有一次就在上個禮拜左右 我那時候是工作太多了 太勞累 你知道人太勞累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情緒 會 所以我就一直在發脾氣啊 我這個人看起來不像 會發脾氣對不對 看起來不像 要說是啊 是啊 我心平氣而嘛 而且和言悅色對不對 可是我看起來 要發脾氣了 你知道我一發脾氣 應該是誰最先遭殃 一 老公 二 媳婦 三 兒子 四 孫子 三 無 隔壁的王伯伯 請問是哪一個 老公答對了 通常都是老公 因為越輕的人 我們越想要怎麼樣 找他麻煩對不對 好 所以 我一看自己情勢不對了 開始雙眼直凳 兩手握拳 身體前傾 真要去找他麻煩 我趕快轉身說 有空再聊 趕快出去 而且我做了好幾件事 趕快自我調適 第一 我第一個 跑到長春戲院去看電影 這樣知道啊 那個是我的最快樂的地方 去看電影 看到各種人生的問題 看到各種人生的喜怒 愛樂 各種的悲歡離合 看看就調整 第二 我用走路 從長春戲院走到信義路來 一路在走路的過程 讓自己怎麼樣 對 享受陽光又放鬆 所以怒氣慢慢在走路的過程 慢慢怎麼樣 釋放掉 然後接著喝了一杯精力湯 感覺自己又有精力了 這樣知道 接著直奔游泳池 然後swimming YA YA 身材不錯 YA 然後又泡個熱水 然後又跟老公說 不好意思 今天早上對你 冷言冷語 請讓我晚上六點請你吃飯好嗎 那他也說 沒問題 我來了 好 於是乎就共進晚餐 那一天的整個活動 自我調適 整個情緒就回來 那跟他有說有笑